大家没有任何的问题或心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突然说我可以参与 改变那个武蕴的状态 改变那个想法 或调整那个瘦 或者身形 心形 请问老师 那个前者是比较擅吵的吗 因为他动作比较少 不一定 不同的时候有不同的做法 像有的时候你如果想要入一些 比较深入一点的订的的话 那么你有可能你就是 专心在观察这样就好了 有的人他如果说 我接下来的禅坐的时间 假设一个小时 我就是放下所有思虑的 只是单纯的在观察着诸行的苦患 这是很好的一个修行方法 可以这样子做 然后如果说你在日常生活当中 我们作为一个生命题 我们是一直一直在适应着环境的 我们是一直在做出调试的动作来的 然后你如果能够在做那个 调试的动作的时候 你都不要忘掉了 那个基本的三一一项的功夫 那样子也是非常好的 所以这是不一定的 要看情形的 比如说就是跟人家的对应之中 然后其中的什么 讲的什么坏啊 什么事情啊 然后就是让我感觉到 有这种苦的生气 我有情绪的生气 那我发现 如果我马上我就意识到说 武运不是我 然后马上就跟他保持距离 然后对自己的武运是 有一种同情理解 对别人的武运 对那个对我生气发脾气的人 我也有同情理解他的 另外一个武运的 那种不自主的 那这样是一个方法 就是我好像 就不参与他 我跳出来 那另外一种 我就是会 去调整我的 比如身形 心形 然后改变我的想法 就是还有 还有很多的operation 那个你如果掌握大原则 那个小的细节 就比较没有那么 那么重要 没有说有一个 百分之百的 正确的做法的 你那个大的原则 如果掌握 好比说假如说 我们把这个大的原则 理解为 我们要去发掘 然后去根除 那个 深细难见的爱 深细难见的执着 你掌握这样一个 大的原则 你有可能 你在生活上面 你是 不太去理会别人 也有可能是 比较会去理会别人 对别人的痛苦 多一点同情心 都有可能的 那个都不是什么 很 非这样子 做不可的事情 你最重要的是 你有没有 能不能完成 你最主要的目标 那目标就是要 断除掉那个 深细难见的爱 你记得这个 然后你就可以 在细微的那个动作上面 随时在做微调 都没有关系的 好 谢谢 然后 第二个问题是我 这一周 就是正好 在阅读的时候 然后看到一个 佛法的相识法的 一个修行者 然后 感谢老师的教导 我觉得现在就是 比较能够 清楚地辨识 正确的佛法 然后也非常 感恩自己在这个 圣灵传承里面 能够学习 这么尊贵的佛法 那那个 那个相识法就正好就 触到好多老师 平常一直在强调的 它是那种 无分别的完全的评舍 然后都是回到 亲近的本性 无染的本性 然后想要回到那种 没有思维的 creconception的那种状态 或者是 那种顿悟 那个 波热 空性 那种只是认知的改变 不是行动的改变的那种 那种 可是这种修行的方法 是如此的不同 但是他描述的 他自己描述的 这种解脱的境界 跟涅槃的那种描写 不是涅槃 就他那种 解脱的境界的描写 跟我们 跟我知道那种 涅槃的那种描写 却非常的相似 因为大部分人在骗自己的时候 他不知道自己在骗自己的 他会因为他阅读过的东西 他的宗教的期许 然后认定说 解脱他会有什么样的项目 所以他变成是在 英武学语 他有那个观念 他知道那个词汇 他说涅槃就是 不受后友 他知道涅槃是什么 他有什么样的名词 他有什么样的形容词 他把它套用在自己的东西上面 这就是为什么说 一个认真的 一个禅修者 他是不满足于 那些文字架构起来的东西的 他是一直在心里面 很诚恳的在搜寻着 很诚恳的在检验着 真的吗 真的吗 这个可靠吗 然后这个 我们以前那么多的讨论里面 对于这种 什么不做分别 这种亲近本性 这种相似佛法 有做很多的批评 然后 这个 有的时候 我得到的回馈是非常负面的 他们就觉得说 为什么 你们这些修小圣的人 那么喜欢批评 他不知道说 一个认真的禅修者 他的批评真的不是来自于 那种供高的心 或者是 那种宗派的意识形态的 而是因为 这个理念 有一些至关紧要的 修行上面的观念 你若你搞混了的话 就失之毫离 就是 就是 失之千里 物之毫离 就失之千里了 所以这些 关键的地方是 讲给有心人听的 如果不想听的人 那没有关系 我们是无争的 我们没有要试着 跟你传教 没有试着要去说服别人 要在辩论里面 去辩论别人 可是如果对方 他是感兴趣 接受我们的意见的 那一定要把 这方面的 那个差异 讲出来 然后这个 修行道路里面 他有很多 我们的心 他有很多很多欺骗性 所以 我们会经常 听到一些 在相似佛法的传承里面 他们所讲的瑞相 他们所讲的神迹 最好就是 你的水平越高 你越不会 被这些东西迷惑 你越会知道说 这些都是次要的东西 甚至是完全不重要的东西 更重要的东西 是在于 那个离苦的效率 然后 我可以这样子跟你讲 为什么佛陀 他的 他的涅槃 他跟这个外道 所讲这种 无分别 清净心 本来自行 是如此的不同 因为佛陀 他讲的法 真的是 讲到了苦的边际了 你只有 做佛陀 起码是 目前我能够看到的 只有修佛陀这条法 才能够走得到 那样的地步 走到那种 那个内心 所有的苦 他通通都会消灭 这样子的境地 而要做到这样的境地 你的那个执着 不是只是 像一般的人 所讲的 我的分别心没有了 世间的执着变少 还远远的不够的 我们的那个爱 我们的那个执着的形态是 你甚至对于 存在感的本身 你对那武运 他的活动的那个方式 你都有那种 盘踞的欲望 但是你自己看不见 所以你就以为说 最高的就是这样子 回归到这个世海 回归到这个 这个清净本如 放下这个成见 真诚无我的 对待世间 对待变 那个在佛法里面 都还是轮回法的 那个连预留 连出国都还不是的 然后这个 这样的话 是必须要有人讲出来的 看起来就是 就是表面看起来 好像 他就这样的一种修行 他似乎也 达到一种 离开欲界 就是比较不执着 比较 比较往 那个社界的方向 前进 对 所以说 所以说 正好是今天讲的 那个天的那个概念 所以不是只有 预留过 就是 其他 甚至别的宗教的 这个 或者一般的人 他如果达到 一个程度的 心境 还有 那个人格的开发 或智慧的开发 他还是 可以到天 当然 当然 那作为佛教徒 我们的 标准是更高的 对不对 我们对自己的 要求的 那个幸福和安全 是更高的 所以我们要求的天界 它不是只是 繁复的天界 我们要求的是 圣者的天界 圣者的天界 又有圣者的解脱内容 又有那种 天界的那种 高级的幸福 那我想要 请问老师 一个问题 就是说 这个原始佛教 他对空性的描述 他是怎么样说 因为除去这些 很多的副作用 某一个程度 空性 他会消毒执着 或者说 枯竭可爱 他还是有一点 作用 虽然他只是 他是一种 认知此的作用 可是好像你 那个抓紧的手 或许 因为空性 而松掉一点 但是副作用太多了 然后而且很容易 就是说 这个 执着的那个根源 会因为你 走空性的这条路 所以看不到它的根源 你可以做到一个程度 当然可以的 是不是 就连 这个 我们随便举一个例子来讲 就连不是佛法的宗教 俗话里面 传统上讲的 所谓的外道 那个基督教 他们有一个圣知学派 这个是在基督教的历史上面 一直是被当作是异端的 他们这圣知学派 就是说去看到 所有物质世界的 都是污秽的 都是肮脏的 都是痛苦的 就灵知 我们这个灵知 它才是 在精神面的 这个才是离开痛苦 才是属于天的 属于神的 那你如果你有这样的认知 你依靠这样的这个教理修行 它能不能够一个程度洗骨 当然是可以 它这里面隐约也有真的一种 好像脱离欲界 向往色界 乃至于无色界 这样的意涵在里面 可是佛陀他关心 他有一个 等于是黑白分明的一个界定标准 他不是 他不会说 因为你能够往更高 这样就一定是更好 他的那个界定标准 就是来自于说 这个东西稳不稳靠 它会不会导致轮回 然后只要 还有我是 我能 你只要还有这个慢 你只要还有依附 你只要对于那种存在感 你的心还会习惯性去 去追求着这个存在感 你就是还没有穷尽爱的 那个根源 你不知道说心的那个解脱 它 就有两个选择 一个就是 像解脱解脱了 一个就是不解脱 它这中间没有灰色的地带 所以都不是究竟的 都不是究竟的 然后不是究竟的都很可惜 因为都会轮回 然后你所学的 你下辈子你都有可能忘失 你甚至不用等他下辈子 你这一辈子都有可能忘失 很多那个一辈子在修这些宗教的 我在老人院看到他们 状况不好的 他有可能在年轻的时候 他是开开而谈 他是对他的正量都没有自信 你等到那个大小便失禁的时候 失忆症过来的时候 你看看他那个底下的 那更深层的动力是什么 是什么样的东西在 他在支持着他的心 那最后一个问题是 可不可以请老师再解释一下 就是这个我见我慢我爱 在初果跟比如说 其他高的果位的 它的这个程度上的差别 它的那个次序 应该是讲 我见我爱我慢 由初到戏是这样子讲的 我见我爱我慢 所以我见是初果的时候断 我爱是三果的时候断 我慢是四果的时候断 然后这个 简单的来讲的话 那个我见的断除 就是你的内心已经完全 不会再相信 可以透过建构自我 作为一个可靠的 追求快乐的手段 所以你的心对于那种建构法 对于那个行所组合的世界 它会产生了全然的警觉 它也不一定产生出 全然的去开执着 可是它会产生出全然的警觉 它起码在信念上面 它不再依托这个东西 它在认知上面 它不再依托这个东西 然后在情感上面 它有好大一个程度 它不再依托 可是它没有百分之百的做到 所以它还有我爱 我爱就是你在直觉上面 还是感觉到五蕴里面 某一个部分是可爱的 可以提供给你娱乐的 是值得你钻进去的 然后你若断了我爱 它的身心的现象 就是你对于所有的境界 是如如不动的 对于你在那个贪跟撑上面 不只是完全没有这方面的流露 严格上来讲 二果已经没有贪跟撑的流露 可是要到三果 它在起新冬年上面 完全没有跟贪撑沾染 那四果的话 那是更加维系 它断的那我慢是更加维系 那个我慢是我在这里 我成就了什么 光是你的心在经验着五蕴的时候 有一个在这里 我在这里 这是我的中心 这是我盘踞的地方 那都是慢 那个四果 其实初果已经可以看到这个 可是初果它没有断掉这个 所以初果的认知 它已经可以看到说 那个眼睛在看到颜色的时候 那不是只是单纯的一个认识功能 那是认识的功能能跟爱 完全纠结在一起的一个状况 存在它不是一个innocent的存在 它不是一个单纯无害的存在 那么存在的那种本身 那种盘踞 那种欲 然后延续 它那个里面都有一个 都有一个 深细难见的一种意志动力在里面 然后佛法术语叫做爱 佛法术语断的那爱 不是一般世俗的人讲 我贪财贪色 那个爱 那个字太粗糙了 佛法术讲的爱完全不是这样 一般的世俗的人 因为不了解佛法术他所讲的这个爱 佛法术他所讲的执着是什么 所以教人家无分别心 放下这个成见 然后那种心 好像处在那种 比较自在轻松的状态 他以为说那样就是没有执着 其实不是的 然后这个如果没有看到 就是没有见灭 就是没有正果的 都还是轮回法的 你可以修到 看起来好像如如不动 看起来好像 可以很自在洒脱 但是你内心的那个苦的种子 因为没有去除掉 所以在不同的环境 包括在其他的转世 这些支撑着你自在的 那个世界观 那些观念 那些认知 他都有可能会 崩毁 会崩塌掉的 这些东西都带不走的 所以在佛陀的眼光当中来讲 那种外道的那种解脱 那真是相似解脱 他就觉得那都是危险的 那都是不究竟的 佛陀佛陀修的定 已经修到世间的定 最高的定 无所有触定 非常非常触定 他发现到只要那个爱 这个身系难见的这个次 没有去除掉 管你看到的是无分别 是无相 是一切界限都是假的 心佛众生三无差别 你看到所有这心佛众生的界限 全都是虚假的 都是人为 你看到这都还是不够 都还是轮回法的 那老师呢 阿罗汉是可以自知作证 那这个出国二国三国的圣人 他也完全的清楚 他是什么样的阶段 他不一定是佛教徒的 所以他不一定会有佛教的语言 来诠释 但是他可以确实的是说 有巨大的改变 人生方向不一样 那个动力 你是往哪方向不一样 凡俗的人 他的动力就是在囤积 他就是在延续 那个出国的 他忽然间发现到 原来囤积是一个无解的 他忽然发现到延续是一个无解的 他心完全对那种继续囤积 继续延续那种 好像最根本的语言忽然间不见了 他的那个生命 他变得好像就转到 另外一个方向去了 那个佛经里面 有的形容法叫 叫贱灭 相灭 看到了 极灭了 心向于极灭 勉强用这样的方式 来形容它 然后有的人很顿根 他只是隐约知道 所有这些巨大改变 他不知道这个是什么意思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果位 这个佛经里面 它是允许原觉的存在的 独觉的存在的 他们也是在解脱到不同程度上面的成就 但他没有佛陀 我开展出来的 那么高明 那么细腻的语言 这样的一个系统 来诠释 来理解 这些现象 那老师刚才讲的那个忽然间 那不是一个顿悟 那是一个不得已的形容词 有的时候那感觉不一定是忽然间的 有的时候你忽然间你发现了 你有这样的转变 你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 有可能会是这样子 那个布派里面传说人有一些 比较正念 比较那个隐晦的 比较没有高度开发的人 他什么时候具体有这样改变 他还不知道 他说 我怎么现在是变成这个样子 那也是有可能的 因为从老师讲 这种影头的这种角度来看 他就是会是 好像是一个过程 一个渐进的 就是 一方面也是这样子 这个东西实在是很难讲 然后 他的这种影头 又跟世俗的影头不太一样 他这种影头是一种 心对于心念的影头 它是这样子的 你所有 你会制造苦 会有苦的这个现象 或者这种轮转的现象 就是来自于 有这种制造意志的影头 有这种会 立刻攀附到意志上面的 立刻跟那个意志 是完全绑在一起的这种影头 那意志一发动的同时 实际上无名已经原形了 就是说他已经马上 他几乎 发动的同时 他的那个内心已经是对 那个活动是有喜探的 是盘踞在里面 他那感觉是这个样子的 所以 你如果把这样的那种影头的化解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那样的一个状况是一个 凡熟世间的人 他的整个的价值体系 他的去向 他的内心的那种惯性流动的方式 都不相应的东西 所以你没有办法用 用人类的语言跟他讲 这个东西你一定要自己去经验 所以他有可能马上就知道 有可能他慢慢的知道 就是有这个改变的发生 反正不管是怎么样子 就是一个认真的修行者 他就是保守 宁可低估自己 然后你宁可 就是继续的用功 继续的去除掉你的执着 然后等到你的国位越高 那个质疑的空间越少的 你等到开始发现到说 你的内心已经没有任何的力量 在推动它了 那个时候已经 你的有没有轮回 那已经不是信仰的世界的问题了 那是一个在现象界上面的 绝对的真理 绝对的真相 就是这个样子 什么疑惑都会被摧毁掉的 然后你都不用担心着 你只要继续的努力 继续的清静 自然而然那些疑问 都会移除掉 然后你的问题会变得 它会是越来越精准的问题 越来越不是那种 因为像什么 我见我爱我慢没有干净 就延伸出来 跟贪嗔痴相应的问题 跟不安感 跟恐惧感 跟对未来的议测 有关联的问题 越来越不会是这样子的问题 越来越是 我怎么让我的动作 有效精准化 这方面的问题 好 知道 谢谢老师 OK 好 苏老师你好 你好 我那个 我刚才有个讲 跟苏老师单独谈 但是现在 我都在这儿说吧 那个 我从那就是跟就是怎么就是回到那个家庭生活半年多了 然后刚开始是那个禅定禅纳就退失了 后来就 因为没有时间来那个 对对对对 最多也就是 两个小时 一两个小时吧 我这抽时间就说能够 很好啊 但是那个时候还是能够感觉到新的动 就是一动我就知道 我就敏感的知道 然后就是 那我不就是不贴富 就是说 你知道那个新动呢 他自动的马上的就不会去跟着走 但是最近就不行了 也是因为那个情况发生变化 我这个太累了 就是完全那孩子 就是照顾那孩子 白天黑夜的照顾 我现在就是刚会走路嘛 然后就是人也离不开 我就 现在就是说 我怎么讲啊 就是说 他那个微动我还是能感觉到 但是就是已经不能控制自己 就是说就钻进去了 对对 钻进去然后就 哎呀 就是特别难受 我那个就是 我在这里啊 不是要验证或不验证任何的人的果位 或者是成就 我纯粹就是以 我们就是讲一个第三者 一个有这个建法的人 就算是内心安静的症状会消退 可是那个方向感 它不会消退的 它的那种人生的基本动力不会消退 然后我们人的那个安静感 在还没有得到更高的果位之前 它真的就是一个无常 受到条件制约的东西 这就是为什么佛陀他给予修行者的建议 绝对不是叫你说 你要深入人间 你要广行菩萨道 要不要忘事菩提 他从来不会讲这样子的话 佛陀他讲的是 你要在顶头完全断除之前 要少事少物少遇 然后要尊重敬处 要欢喜与远离等等的 他是用这样子的 那当然我们尤其是在家 甚至出家人 你很多时候你会 你没有那个选择的 人世间那种道义啊 然后人世间那种责任啊等等 让你背 就是好像说 尊敬这个武卓二世也好了 看你要怎么讲 那就是你就要很锐智的 很激紧的 在生活里面安插一些诡则 制造一些修行的机会 像如果很忙 像你说你一天 你还有一两个小时 能够禅修 那很了不得啦 现在还不行 那现在不行 你可以就是想办法 就是跟家人沟通好 就算一两个小时做不到 你起码最好是 每一天都能够固定一个时间 半个小时都好 15分钟都好 是处在不需要跟人家相处的 处在没有责任的状态 自处然后没有责任的那种状态 这样都好 然后连量都不行了 好那就 那怎么样 那就是随时找机会了嘛 是不是 就是小小的时刻 小小的地方有机会 做到多少就算多少 只能够这样子 不过这个 我现在就是 就是怎么说 有的时候我都觉得 我自己是人格分裂了 就是那个心里都是 那个非常的 非常的向往 原来就是因为独处了很多年嘛 我我几乎大概独处了大概有四五年了 断断续续的有四五年了 对 那现在就是入到家庭生活里头就是非常的怎么说呀 就是听那些就是俗人讲话我也不爱听 但是有的时候你要不能说的那个完全的就是不跟人的交流 你交流的话你自己觉得自己很做作 那但是如果你你那个收回来的话 你 人家会看你这人很怪怪吧 就是很冷淡的 很冷淡的 是是是,其实你之所以会有这样子的困难,有这样的矛盾,有这样的两难,有很大的原因是因为你没有机会接触神团,解脱的神团,一群是在佛法上面已经有成就的这样的一个团体,示范给你看可以怎么样生活,所以你的模范呢,你心里面你 你能够依循的那个灵感的来源,大部分都是凡俗世间的人提供来,哦,你要人家不要讨厌你,你必须要怎么讲话,还必须要怎么跟人家互动,你不知道说做人可以做到多绝,你如果看到有神团的例子的话,他的范例就知道原来做人可以做到那么绝,原来交朋友可以交到那么绝,你能够做出那么激烈的动作来,然后 不会严重的影响你生活品质,就是很多人以为说,哎呀,要是我这线我不去讨好他,没有跟他一直有这个好的这种,好像交际应酬这种润滑剂维持,那么以后我这些朋友都没有了,然后你不知道说居然人是可以朋友很少很少,很有很有品质,然后可是你生活一点都没有匮乏 你要看到有这样的可能性,那神团的重要性就在这个地方,它提供出有一个不服从世间伦理,不服从世间的这个常规的,这样子的人际交往模式,这样的生活模式,那看到会得到很多启放,你不一定要能够百分之百的模仿, 可是你会说,哦,原来这样子可能,我给你一个具体的例子而言,像以前,我在更年轻的时候,大概,修行上面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障碍,就是,因为经济状况不好, 然后,为了要解决这个经济上面的这个问题,要经历很多的这种,好像动荡不安,所以没有办法,好像说能够安心下来,那时候我看到的僧团,我看到的那些,我旁边的,跟我志志同道合的人,他们修行,他们是怎么修的,我一个朋友,他就是,最后他就豁出去,我不是说在中国大陆的人都要模仿这样做法,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市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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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每一个市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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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 野生的土芒果 土木瓜 夏威夷那个地方还有这些野生的 这一方面水果多的是人家都不要的 随地栽的 偶尔去买一点比较健康的东西 偶尔吃一点优弱乳 吃一点乳酪 吃一点鸡蛋 吃一点坚果 吃一点这个cereal 每天就是这样 就吃这些东西 吃水果 很健康 他的生活花费 那个是为乎即为的 他就是完全没有花费 一般人听到 哇 要过那样自我放逐 多么可怜 可是你只能去看他 你就发现他过得像神仙一样 你就知道原来那样是可能 如果那个时候因为我周遭我看到有这样的范例 就给我很大的鼓舞 如果没有这样的范例 没有这些生团的启发的话 我们人毕竟是一个社会的动物 我们看到的范例 对 我们能够模仿 我们能够效仿 我们得到灵感来源 就是这个社会 就是我们周遭的社群 然后我们周遭的人 往往绝大部分人都是贪嗔吃凡夫的 没有几个圣人 他是可以给你做真正值得效法的 这样的范例的 老师我那个朋友跟你说我跟人就是真的 我可以说我之前都找不到我这样 几乎可以说是没有 我是从来不主动跟人家交往 对 我了解 然后是 关键 我现在是没有跟外人接触 我就是家里的人 我自己就是那种互动 我都觉得很累 我真是 心里头非常向往就是独处 你真的可以很大程度改变你现在的命运 你可以跟你的家人非常清楚的沟通 你可以讲说妈妈还是爱你的 可是我需要我的时间 所以我周一到周几 是我的自由的时间 这是我需要放假的 我已经到这个年纪我退休了 我已经赚得了我的悠闲了 你不能够再强迫我再去做什么事 或者你如果不能够说周一到周几是放假的 你起码你说我一天里面 你说我早上几点到几点 晚上几点到几点 那是我自己的时间 你们夫妻已经回来了 该你们照顾小孩子了 他们现在就只能是星期六七天 他们在我就可以 就是现在我可以修训 其他星期的照顾 很多事就是要更清楚的沟通 你就是要有自己生的小孩子 你要去找保姆 我可以愿意我一星期 我花多少天的时间做他们的保姆 你如果说你要全部的付出 你不需要这样子的 那当然了 我的意思也不是要强迫你做什么事情 如果你觉得我不这样子做 我太过意不去了 你还是得做你自己的规划的 我只是告诉你说人是可以做的很绝情的 然后没有关系 我们人真的是可以不必要为别人而活 是是是是 我们只要能够做到不要害人 不是 就是因为你 知道你自己的那个 你找到了你自己的那个东西 而且你心里有一个明确的目标 那当然是别的其他东西都无所谓了 我现在就是这个就是这个状况 但是现在就是说很纠结的就是说 有的时候就是管不住自己了 然后就就就会特别难受 他那个是在新的那个那个部位 就是成一团东东西 你就出不来了 我平常就是没办法就是老师听老师的开始来转移我的注意力 然后这样有时候还能慢慢的就能 在还没有证得阿罗汉国之前的人 然后有点像是在戒毒过程 然后你在戒毒的这个过程 你一定是要住在这个戒毒所里面 你一定是要每一天是好像按照这个规律 然后几点是运动的时间 然后你不能够跟那些毒友混在一起 那戒毒过程有戒毒过程 他必须要遵守的行为的准则 你才能够依照着你的时间表来戒除毒瘾 那如果你修行你到了一个地步了 你有了一些成就了 那你遇到了这些障碍 最糟糕的是什么 那就是让你彻底解脱的时间延缓 就是这样子嘛 真的要欺凡人天嘛 你真的要欺凡人天 那起码你就确保说 你欺凡的地方是去很好的地方 然后这个去到很好的地方 除了我们今天早一点所讲的 还有就是你要积极的规划的 你要积极的去创建 你有好大的程度 你真的是可以营造出那个环境来的 你说像我这样子跑到山里面 这个穷乡僻壤 不能讲穷乡僻壤 但起码就很比较偏僻的地方来住 那个不是说我要好像自我标榜 这需要好大的果断的 要好多的计划的 要深思熟虑要想到很多 然后才能这样子做 然后你往往你会因为你的果断 然后配合着你的智慧 然后这样子处心激略这样去开发 那个投资报酬率很高的 接下来你的生活 有可能就是变得非常的高品质 关键是你心向往什么样的生活 我觉得这个问题 就是你向往那个 你当然就会给自己 你的情形已经不是向往的问题吗 默然 你的问题是有没有在 你能不能够去保护你的权益 去开创出这样的一个天地来 开创自己的属于自己的一个天元 一个时间来 所以这个就不是只是向往的问题了 不是 就是因为心里老是想着那样的生活 然后你现在是在这样的生活里头 然后你就心里非常非常 那你如果你真的 你还是没有办法脱离开 你现在这样的生活 那你就要把这种两难所造成的纷争 把它化解掉 那都是苦的来源 但你接受当下的这个不舒服 当下的这个不如意 你能不能够是更宽坛的 你能不能是用一种建设性的方式来看待它 那只能够用这样的这个方式 就看到所有的没有必要的苦都要放下来 要想办法把它化解它 要超越它 这个都是障碍的 不是我现在还有一个就是一个深切题 就是这个情直啊 就是 而且我还想问老师 就是它的为什么它的那种威动会力量那么的强大 就是能让你 就是 怎么说呀 就是 就越是那个细微的东西 你越看不透的话 然后你看到这么强大的力量 你不要怕 一般的人也会觉得 哇 这么那种 我看到我的女儿 我看到我孙子的那个感觉 这样波涛汹涌的 那么样的 就是愿意为了她这个 对对对对 千军万马 无义亡以额 我所有的我一辈子的积蓄 我通通我的健康都会牺牲掉 就是为了你们好 为了你的幸福 你看起来是如此强大的感觉 可是你修行就是在小的地方 消磨消磨消磨 就是在日常中小小的那个地方 你在赢过去的时候的着急 你的那个冲动 在小的地方在缓解它 小的地方令它安详 令它安息 在小的地方 你看到你的心纠结在一起的时候 你只能让它不要纠结的那么深 在小的地方 在英文讲chipping away 就是你是拿这个小磨刀石 一点一滴的那个石块 一点一滴的那个砂粉 这样子把它搓下来 你就继续坚持这样子 对原来原来是偶尔的会 会出现这个问题 然后但是那个那一栋呢 我马上我就能回来了 后来就是说好像就是 怎么怎么讲啊 就是潜移默化你沉在里面了 结果就好像你觉得没什么 但是你觉得没什么 要学会啊 在生活里面就是去引戒 所有能够帮助你的因缘 包括什么 包括生团的力量 很多的人他真的是 他们有足够的意志力 单打独斗的 他一定需要生团的规范 所以你要多跟生团接触 多跟生团互动 我生团不一定是出家人 我的生团是指说 心向解脱的 在解脱到上面确立的人 多跟这些人互动 多从他们那个地方得到精神食粮 不要让你的社交圈 百分之百都是跟凡俗的人在一起 我没有社交 我没有社交 因为你的社交圈就是跟你的家人 我的社交圈就是你的家人 不要说只是你的灵感 你的动力 都只是从这些人身上过得而已 多跟同修好友 互相的鼓励 互相的提息 在那个修行的过程里面佛陀就讲 那个善友善知识 它的那个重要性 那绝对性的重要性 你说好我自己我做不到 那我起码我能够尽量制造出机会来 多得到善友们的寻染 是 我就是拿老师的开始来 也是一个方法了 好吧 好 好 谢谢老师 OK 好 感恩你好 好 其实我最近在练习的时候 我发现有一个变化 就是过去的时候 比如说我看到路上有动物死了 或者有谁的就是说人 或者动物 对他们遇到了一些 比如生命受损 或者等等 我的心就觉得会心酸 会伤心 觉得好像有一种就是说 有一种感受在里面 但是最近我发现好像 对 我的心就是我看到动物就死掉了 或者我看到这个同样的现象的时候 我的心好像就没有过去那么样子 好像它更冷静 当然冷静是一方面 但是同时呢 它有 它有 它不伤心了 所以我有一点点说 担心说它会不会太冷了 你看嘛 我们在人世间 一直在做的承担跟放下 那种取舍这样的抉择 其中的一个抉择就是 此处不是伤心处 这个不是我伤心的地方 这个不是我哀悼的时间 这是我做事情的时间 让我在别的时间哀悼 所以同样的 对不对 你对于 动物的死亡的 当时的冷漠 它并不是说 你从此之后 你对于世间的苦的 无动于衷的 我们人的那个情感 我们人的感觉 它都是有限的资源 所以你不要想说 我要24小时要慈悲 我要24小时在感受众生的苦 它不是这样子 所以你不用担心这方面的事情 现在我在练习这个慈悲的方法 可能跟原来不一样了 过去的时候会说 好 就是好像是心向众生 而现在呢 是心不像众生 也不像自己 但是呢处于一种说 好 这就是如果我心 就总去朝向这个方面去行为的话 那就只是造成死 那所以说 那动物也会死 人也会死 所以有一种这样子 我看到这种死亡 我觉得很自然 这样是好的 这样是好的 你不在意我在公众的地方 这样子讲你 就是说 那个像你是一个 你讲感情丰富的一个人 然后所以在 慈悲习舍修学上面 特别应该是强调舍行的 那个慈悲对你来讲 它都是有一点是 是双刃剑 很小心的使用的 然后所以 那你应该是强调舍行 所以你如果能够 让自己的内心 少掉很多没有必要的 那个澎湃汹涌 那都可能是一种 进步的迹象呢 就是说把握好它 让它不要过于 那世间的苦 它是要帮助我们增上 它是要帮助我们处理 然后这个过程 不需要你去 好天大哭 去多么惊天动地的 流露出那个感情 它不一定是这个样子 它就是一直在提升 它一直在提升 这样就好 那提升的过程 有的时候是 感觉是剧烈的 有的时候感觉是平淡的 那最重要是 有没有在提升 嗯 对我是感觉到我的心 它在 现在它有一点 就要像舍离的那种 就好像是我们看到了苦 我们就会有一种 舍离的动作 对吧 但看到这一种 就是外界的这种苦的时候 它也会有一种 好像形成了一种 习惯的舍离 所以就就没有那一种 好像过去那种 好像我很善良的样子 嗯 嗯 OK 是啊 OK 我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针对今天 莫然那个贤友说的 好今天上午的时候 我和一个朋友在聊天 就是它是另外一个别的宗教 然后他就提到了 他在不断的学习 说比如说练习如何和人说话 然后 嗯 如何听如何说 这样子的一些 我觉得说的也挺好的 是 嗯 就想到这一点就是说 我就在想到我们 作为解脱道的修行者 那就是说比如我要每天上班 我要和人打交道 虽然回来以后 就是我尽量减少和那些 就乱七八糟的事情去打交道 但是就是说 作为我们解脱道的这样的修行者 嗯 就是在这个与人相处和说话方面 我就在想就是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就是 编寸做一些比较好 就一些比较细致的东西 能够指导这些解脱道 禅修者知道说他的气力 他的精神很有限 所以他一直把气力用在刀口上 知道 这个意思并不是说 人世间的技能 人世间的考量 你都完全不去开发 不是这样的意思 而是说你是 就是 往着节省这个方面 然后你 我举一个例子来讲好了 我们要让我们的人际关系变好 这是好事 对不对 就算你是修解脱道的禅修者 你都希望你的声明是好的 你希望人家看到你的时候是尊敬 是爱敬的 人家看到你的时候 心里面是感觉舒服的 这都是好事 这都是值得追求的目标 然后你要怎么样达到这个目标 它有很多不同的途径 有很多不同的策略 对不对 一个策略就是说 你好好去讨好很多很多的人 去这个揣摩一下 他们的个人的喜好是什么 然后在他们生日的时候 家节的时候 送给他们那个 一直他们都想要 对他们一个特别大帮助的礼物 然后你在这个上面花很多的心思 这样有没有用 当然是有用 还有另外一种策略 我现在讲的是有点像极端策略 另外一个策略就是 好我不想要那么累 我也不会积极的这样去跟人家 做这样子的 好像说去跟人家攀缘 去跟人家结缘 那我最起码最起码就是 我对人我都要起码做到真心 我是不虚伪的 我开口讲话都是为人家好 是看看有没有利益的 然后尽量让那些跟我共事 跟我共处的人 都会感觉得到 我是一个可以信赖的人 我是一个可靠的人 起码我是一个无害的 起码是一个他能够在专业上面 他是可以信得过我的人 起码做到这些 你这两个策略 代表着好像是两个不同的极端 然后中间很多不同的选项 你要选哪一个 很难有定论 可是一个禅修者他会倾向于 选择那个示范功倍的技巧 怎么样是省力的 然后能够达到那个效果的 那禅修者的效果 他要的效果不一定是要 尽善尽美的效果 可是他要的效果就是够好了 够棒了 你要花多少的时间赚钱 有很多钱好不好 当然是好 这是值得追求的目标的 然后你要花多少时间赚钱 你有可能要花很多很多的心力赚钱 然后你的薪水 literally 或是你现在十倍 你去创业 你去做出一些很花心力很花时间的事情 你有没有可能让你现在的薪水多十倍 绝对有可能的 以你的才能 然后在另外一方面 那禅修者会问自己说 什么是够好的 我那个钱多到了一个地步之后 它是不是开始有了地减效应 我的那个钱它是为了让我能够有最起码的安全感 让我能够继续修行 还是我是为了囤积而囤积 它会往这个角度去思考 你如果你在大的关键上面 比如说待人真诚上面 做事情可靠这个方面 大的原则上做得很好 你差不多已经是蛮好的 你在交友上面 就算不是大家都把你当成是 你知道人气最高的人 他起码也不会好像刻意的害你 你不会在你生活里面制造出 很多没有必要的困扰 所以就what is good or not 什么是够好了 然后怎么样保护你的元气 保护你有限的时间 在这个上面做这个取舍 好 谢谢 我说一下我的转变过程 我觉得最早的时候 我是那种黑白特别分明的人 然后我就是如果别人 我认为别人出的不对 我肯定不会再理他 这个也会造成了一些那个 这个没有幸福的时候 后来呢就开始 就出现了一点厌世 就开始信佛之后 就是觉得人们导顾的那些事情 说那些话觉得怪怪的 就是因为这样的厌世呢 有时候显得也很冷淡 所以这个就是说 喜欢你的人总是喜欢你 但是很容易造成很多人不喜欢你 那我觉得我最近这段时间 是有一个我认为是进步 就是我这个前面两个特点都不再具有 就是说心好像更柔软了 好像是说我对人的话 我都能够去对他们 就没有过去那种就是 心里突然就是你能感觉到 心竖起了一个墙的那种感觉 现在我觉得心它就变得柔和乱和 然后就能够 我们可以好像说 就算不是跟人家有很多很多的交集 可是你对于别人的困境 你是由衷的同情 你对于这世间的苦 你是感同身受的 然后你这样流露出来的 就算你没有很多特别多的动作 要去跟人家讨好 要去跟人家攀交 可是人家会感觉得到你的善意的 所以这个 是啊 反正这个说不完的了 这个世间法上面的东西说不完的 好 我今天就是说的最后这个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修杰和习道的人 就不一定是一定要做出厌世 或者就是好像跟人隔离不入的样子 是可以又既能够省力的和人 就是和和气息的在一起 这是我意思 有的时候佛教他的做事情的准则 听起来是有点消极 他就是说怎么样是够好的 怎么样能够给我减少困扰 你如果说你让人家感觉到 你很消极很消极 你太这个离群所居了 太孤僻了 这会带给你专业上面的麻烦 会带给你生活上面的麻烦 有的人他看你这样 他会看你不顺 他觉得你在侮辱他 你在轻慢他 人家反过头来要害你 反过头来要来摧毁你 有可能能够进步 有可能升迁的机会 世间是有这样子的 所以你要抉择 我的意思是说不跟人家攀交的意思 并不是说你都不跟人家攀交 而是你要知道什么是很省力的 怎么样是做到够好了 然后给自己省掉麻烦 这样就好 不必要 好像说不要说 要有比省掉麻烦更高的欲求 要不要再追求那比省掉麻烦更高的欲求 见仁见智 作为一个禅修者 可以不必要追求那个 我再举一个例子 你看那个佛陀 他说吃东西的标准 他吃东西他不会说 你要吃到多么的营养多么的好 所以让你能够身体是看起来很漂亮的 身材是很棒的 那个气色是什么 他不是这样的 他是说让那个已经产生的苦 也就是说饥饿感 能够灭尽无余 让他不要再继续延伸 他的目标就是这样而已 听起来很好消极 可是一个在生活里面细节 一直在用心 一直在修正念的 你就会知道佛陀讲的这些东西 真的是超级务实的 他把那个理想主义 他把浪漫主义全部都剔除掉了 他里面在讲就是什么是可做的 什么是该做的 让你很尽心要把这些东西做好 你在世间上基本上很容易可以逢凶化即 好 谢谢老师 让我明白了 做到审议的最好 对对对 对对 好 谢谢 OK 周老师你好 谢谢 我想请教一个禅修的问题 我最近有 最近十多年有个情况就是静坐的时候 心一静下来就可以动 主要是脖子 脖子的话一般是往左的方向 然后有个挺大的力量 然后往左转 所以我也完全可以控制 但是如果放松的话 这个身体是动的 有的时候可以扭起来 有的时候从这个 就是一般的胸椎往上 或者腰的地方可以摆一摆 脖子或者是晃 就这个地方 是 嗯 OK 一般在静坐的时候 如果出现了气动的现象 我们姑且把这个气动的现象 分成两类 一种它是比较不是剧烈的 不会造成 不容易造成受伤的 然后它的这个摆动的方式 是比较规律性的 一般若是出现这样的 的气动法的话 那就比较无害 然后甚至还有可能会有一些好处 就有一些人 他的一种身体的一个疗愈的过程 他会有这样的现象 包括就是一个人 他的那个过去非常闭塞的地方 那个闭塞的那个管道等等 他忽然间疏通了 他会有一个时间 好像那个气血要经过 那还有一点阻塞的地方 他会 他会有好像那个水管 被挤压的时候 那个水他会用特别 特别急的方式这样子跑出来 这样子射出来 那如果说那个气动的方式 它是那么剧烈的 然后它会干扰到你的禅修的进行 所以干扰到你的禅修进行 就是说我们在修学这个十六圣行的时候 它的这个剧烈程度 会让你没有办法 很建设性的很稳当的在实施着你的技巧 那如果是这样 那你就要刻意的想办法要去平息它 平息它的那个方式 这个有好几个不同的 我跟你比较没有很多的那个个人的那个接触 有的人呢 他生活上面有一些特别明显的缺失 这个是要住在一起才会知道的 就饮食上某一方面特别明显的缺失 那种烟酒毒瘾 那方面很严重的 这种对身体有很大害处的这些瘾头 或者很严重的长时间的不运动 然后所造成 那个又要另当结论了 那如果不是这些生活上面 生活习惯严重的缺失所造成的 这些身体的现象的话 往往都是可以透过对于那个气息的调柔 对于身形的调柔 练习深度的放松 然后确保说你在禅修的时候 你的禅观的对象 你是特别在留意着那个禅观 他安抚方面的特质 你可以把那个 这种那个 不自主的移动的这个现象 一方面 不要有强烈的抑郁说 我非要你停止不可 因为有的时候你越压他 他的那个反抗的方式 会出乎你意料的 你一方面 你没有要刻意地要压制他 可是一方面你就是好像很温 但是坚定地引导着他 一点一点 你没有说我要立刻 要你立刻消失 我只是要尝试着 把更多的安详感 把更多的安抚的力量 引界到当下的氛围里面 抱着这样的一个意念 要坚定地缓和地 这样子做 慢慢这个现象就会消失掉了 是这样 我的情况是 冬的时候感觉很舒服 就是随时可以控制 我感觉很安抚一样 那这样是好事的 你如果是冬的时候很舒服的话 有时候那是你身体所需要的 一种治疗的过程 比如说你过去的 某一种身体上面的疾病 困顿 或者是你心理上面的创伤 他必须要有一个过程要治疗的 所以你如果说某一种禅修的技巧 在实施的时候 让你觉得特别舒服 那往往是表示说 那个是你当时特别需要的技巧 然后不要另于多给你自己 这样的疗程 所以我举个例子来讲 有的人他长时间的僵硬跟紧张 所以他在休学这个放松自己的时候 感觉特别舒服 你可以在一段的时间之内 禅修里面特别强调 这个会让你舒服的这个做法 直到这个技巧 它给你的舒服感 没有那么强烈了 那你就知道说 那个时候你身体 或者你的心理 没有需要那么多 这一方面的纠正了 那个时候再引入 其他的辅助的技巧 哦 是这样 对 给你自己一些时间治疗 简单的讲就是这样 多给予你自己身体 不要另于给你自己 有这种治疗的时间 哦 老师这样 我还有一种修法 就是说一个朋友教我的 我现在只要是放松的话 站立的时候 随时都可以达到这种 就是一种自己动的一个状态 比如说我如果腰不舒服的话 基本上这个动作就是在腰上 这种自动完全可以自主 有的时候我弄的时候 如果是那个比较热了 我甚至可以把衣服脱下来 然后凉快一下 然后继续 随时可以停止 就是这种运动可以多做 有点像自发工一样 是 我的建议是 你虽然你多做 可是你的态度 要以一个平常心来对待它 有的人他隐隐约约的 会把这个东西当作是一个成就 然后他的这种那个喜滩的心 会不自觉中在鼓励 这个现象不断的延续 你要知道说心里面有一个 清楚的一个念头 就是这个不算是哪门子的成就 这个就是一个稍微不寻常的 一个生理的一个迹象而已 就像一个人打哈欠放屁 一样排气一样的 他没有什么 就是身体的一个迹象 你这样的一个平常的心态面对它 然后给予你的时间 给予你自己很多时间 让你的身体有机会 能够调理 能够调整自己 是 就是能不能引伸这个 比如说我现在这个能力吧 就是说是 他对这个身体 就是比如说关节肌肉 它确实是有疗疗作用 比如说有一次我这个脚 脚骨受伤 我可以让他 就是然后自己就像按摩一样 然后其实我和骨骼像按摩一样 自己慢慢慢慢动 慢慢做出的 确实恢复的快乐 但是能不能引伸到 比如说这个咽喉眼 比如说是胃病 能不能引伸到 对内脏 说是也有一种自我疗愈的一个 一个作用 它这个 就像是民间的那个医术一样 它这个是对于身体的调整 它是有一定的功效的 可是同时你不要太过迷信这个功效 就是说很多学气功的人 他把这一方面的现象 过度的神秘化 过度的高估了 以为说这个几乎是 这个延年易受 却除百病的万灵丹 然后实际上我们人 人体 它是一个受了很多 因缘条件制约的这样的一个东西 所以你要多方面的去照顾身体 你要注意你的运动 然后运动 它不是只是这种自发工的运动 运动它有的是 专门锻炼你的心肺功能的 有的运动是 帮助强健你的筋骨 你的肌肉的 有的运动是在帮助 让你的筋骨更加的有弹性 更加的柔软的 你能够面面俱到的这样子调理 会是更好的 不要像是一般的气功师迷信了这个东西 是 是 我现在感觉这是一个挺正常的 就好像是一个按摩似的 它自己 这么多舒服 如果是我不管它 它就会按自己最舒服的一个方法 那没事的 这样就很好 对 好 谢谢老师 OK 好 那我们今天时间 就到此为止吧 下回再会 拜拜 下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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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回 中可 台 angels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